国际十字会300C1区这一天 举行了第29、30届总监交接 交通部长林佳龙与台中市长卢秀燕都受邀出席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在致辞时更表示 新任总监林殿上镇内热心工艺 捐赠老人文康休闲车给台中市政府社会局 同时也对新任的总监谢文青来表达祝贺 期许师傅与十字会携手同心 为台中持续打拼 在众人见证下国际十字会300C1区 这天举行第29届和第30届的总监交接 有林殿上总监亲自将应信交给新任的总监谢文青 典礼中并捐赠了救难车一辆 以及相关的配备给台南市训雷救援协会 我想是中华民国首届总监上任 我们捐消防救难车的啦 那很谢谢307万区全体的1920会长年龄会的 大家的团结跟和谐 典礼现场中交通部长林佳龙和台中市长卢秀燕接受邀出席 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自己和新任总监都曾担任过狮子会会长 对于他们的表现相当肯定 而卢秀燕市长则表示感谢现任总监林殿上任内热心公益 捐赠过老人文康休闲车给市府社会局来造福社会 台中市政府 为首飘生 来所会三年三岁 所有的我们的狮子家庭 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狮子家庭 为我们的狮子发表 未来今天为妻子参加 就代表我也是新市长老师手同监 未来我们大家一起新手同心 身为一个私友 我在台中第一个参加的国际社团 就是狮子会 我以身为一个名派狮子会的会员为聋 对于新任总监 卢市长也表达祝贺 同时感谢他一上任就捐赠了救难车给迅雷救援协会 期许未来市府和狮子会能够攜手同心 继续为大台中的建设来努力 记者李江台中 查不到